大家好 我是奧玥 雖然這個七彈大作戰好像少了很多人玩 但仍然有更新 這次是一把新槍 新槍是玩什麼呢? 又是那把散彈槍像傘一樣 這次是一個帳幕形式 就這樣看它的能力值 它的能力值是射程很遠 然後內疚力也很高 然後殺傷力也很大 就這樣看能力值也覺得是一把速度頗慢的散彈槍 如果射程遠的話 可能它游地方面就會類似追擊槍的玩法 要一條直線游過去 我們馬上來試一場 一樣啦 第一場一副剪輯 就試給大家看這把新的帳幕槍 帳幕散彈槍究竟是什麼回事 游地了 看到那個範圍都頗遠 然後最遠的位置有一個暴風 試一試看 嘩 後面有人 我們試一試開了帳幕 看到都相當不錯 而且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都很適合用這把槍 看到推了那個對手上街了 但是因為它是射程軟 實聲力又高又慢的 這些槍通常都是一些 匯彈 叫做什麼 消耗的油漆量比較大的槍 而且因為它比較遲鈍 如果你保持面對面的時候 如果你不冷靜 就很容易被對手搞定 但是整體上因為它不是連射槍 所以就要好好地瞄準才能射 而且要計算距離 整體上這把槍我覺得都有點可取之處 技能方面 就是一個 信錶 還有一個泡泡啟動器 這個泡泡啟動器應該射兩三槍左右 就可以解決到對手 如果你近攻 剛才試了一個 突然之間有一個敵人從天而降 然後這個散彈槍一下就瞄了對手 攻擊力方面都相當高 看回爆風 距離都頗遠 但是如果你在近距離射擊 其實反而是比較有利 因為起碼可以先瞄殺對手 對啦 又一擊可以把對手搞定這把槍 射擊方面 射擊方面 射擊方面的窯射部分就比較虎гр 但是如果在整體那個 射擊那射擊的位置範圍來說 其實也不錯 而泡泡啟動器也可以幫忙做回壓迫 當然是敵人沖過來的時候 cant 有 往前有人走走走走 前面有人 爆了一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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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了到到到到到OKOK 還是防禦可以幫隊友 這把東西還不錯 但是沒有油漆 沒有油漆的時候是開不到遮掩的 原來這把東西現在才知道 可能平時開遮掩的時候,應該有扣油漆 所以沒有油漆開不到遮掩 大家注意一下這一點 記住留一點油漆燈可以慢慢增加防禦 最後衝刺了 倒數時間 這把槍油地性能好不好呢 就看現在 嘩 有人啊 防禦力和攻擊力兩方面的平衡這把槍都做得不錯 而且他的帳幕範圍比較大 在推人落街方面也有效果 如果有興趣玩這類型的槍可以過來試試 這把槍的評價也不錯 第一回合試玩也能殺到五個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